你好 欢迎收看1月1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最最大桥衔接193县道乐德段 2022年的0918强震震毁了北影道路面 明显有高地落差 而农历年快到了 路面均裂落差还没有修复 部落头目和在地居民都非常忧心 而当初在第一时间就提报灾修计划的信任林玉芬 在今天特别会看关切 县政府也表示说 最近就会赶快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 要赶载农历过年请完成 衔接193县道乐德段 主要桥梁的瑞穗大桥车水马龙 2022年0918强震震裂了北影道 隆起的路面高低落差明显 至今仍未修复改善 部落头目以及在地居民也不经忧心 这个路面目前都累掉 我希望收机浪快点改善 这个路面到现在还没有做 我需要快一点 因为这个193县车子很多 尤其是两轮的摩托车 那种比较危险 瑞穗大桥北端引道 景陵秀古鸾西泛州游客中心油气区 南来北往车流量大 灾后路况不佳 村长黄武雄也高度关注 期盼县政府等相关单位能重视 尽速改善 这是玉里和瑞穗 瑞穗大桥西边这边的马路 地震灾害到现在还没有修复 因为这个交通要到 每天都行车那么多 为了安全起见 请先政府尽量快一点 第一时间就提报灾修计划的 县议员林玉芬 也实时追踪灾赴作业流程 而随着农历连接脚步的逼近 今天上午再度会同 县政府三公所等单位 现场会看关切 县议员林玉芬也希望 能够让部落族人与居民 能有一条平顺安全的返乡之路 那因为这一段时间 已经一年多了嘛 所以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地面 都还没有整修 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提案 提案说这个路面 应该要来做整修 那也稍来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灾修工程款 也下来就是 整个路面会重新刨铺 然后整个挡土墙也重新 现在已经施作 也大概完成了 那有几座桥连一起施作 那觉得是有一个好消息 县政府对此表示 近日内就会进行 路面刨铺作业 预计一月底前就可以完成 也挂保证农历年节 瑞士大桥的道路交通环境 平顺安全 记者是玉蓝 瑞士采访报道